冬天存在感最强的水果,非橙子莫属 正巧摄影师中色是江西人 家里寄来一大箱橙子 指明要我们用橙子做菜 今天就简单搞搞 安排一道橙汁鸡腿排 橙子先用盐洗洗搓搓 搓去表面上的果辣 先取大概半只橙子 切成薄片 再成片的两面撒上砂糖 略腌制一会儿 大鸡腿拆骨,取下整块鸡腿肉 切成大块鸡腿排备用 如果觉得这不太难,就放过自己 去超市买去骨鸡腿排也可以 哎,买的果然比我拆的好看 接着咱们给它做个马沙鸡 在鸡腿排两面撒黑胡椒,盐,抹匀 加适量料酒,蚝油,蒜片 把刚刚剩下的半个橙子挤出橙汁 再搓一些橙皮碎进去 为鸡腿增添果香 抓匀 盖上保鲜膜腌制20分钟 腌鸡腿的时候也别咸着 咱们调个酱汁,橙汁,少量柠檬汁和砂糖搅匀 糖和柠檬汁分别掌握甜度和酸度 用量看自己的口味 接下来的步骤一口平底锅就能搞定 锅内加些底油 腌好的鸡腿排皮朝下入锅 煎到两面金黄 最好鸡皮能带一点点胶 盛出备用 接着把糖漬成片放入锅中煎一煎 如果你用的是不粘锅 可以不用洗锅,直接煎橙子 等橙片变成焦糖色 把鸡腿排回锅 倒入橙子料汁 放几片柠檬片 少量百里香 中火炖煮一会儿 百里香的味道和这道菜特别搭 吃香菜的朋友也可以用香菜代替 煮到鸡腿全熟,汤汁收紧 就可以装盘了 撒上橙皮蟹增香 这道橙意满满的橙汁鸡腿排就做好了 酸甜适口 果香四溢 嫩到流汁 卖相比餐厅里的菜都要好呢